正在復健等待要重返大聯盟的 還有王健民 去年的今天是他接受 肩傷手術的日子 而這一年來 國民隊對他的復健狀況相當的滿意 所以經過評估之後呢 國民隊現在已經宣布說 王健民最快在下個禮拜 要展開模擬賽 王健民在投完第四次的牛棚之後 週五繼續進行傳接球的練習 除了復健教練Greiter 非常關心王健民的小聯盟 投手總監Williams 也全程在旁觀察 Williams對於王健民的整體恢復狀況 感到十分滿意 我認為他跟肩膀有一點點 今天非常期待 他已經有大大癌 他要繼續工作 這會有時間 但我今天看到了很開心 陽棘時期的王健民在投球的時候 就有肩膀會開掉的動作 對此Williams不認為 這對王健民的投球會有影響 Williams認為修正王健民的揮背動作 是現階段的第一要務 只要王健民投球時 右手拉上來的速度可以更快一點 不但可以減輕他右肩膀的負擔 他的球路也會更有威力 王健民將在週六和下週二 再進牛棚戀投 一旦這兩次的戀投情況順利 王健民最快將在下星期模擬賽中投球 民視新聞李玉銘 佛羅里達採訪報導 和他採訪報導 今天我們要用你的